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特别像老胃炎 老肠炎患者 可能吃东西稍不留神 就会出现胃疼甚至腹泻的情况 美食当前却不敢享用 那面对这样的困惑 不知道电视机前的您 是否也有这样关于胃肠疾病方面的问题 今天演播是请来了一位专家 稍后会为大家答疑解惑 首先我们一段短片来认识一下 孙锦 主任医师 哈尔滨宜宜兴胃肠医院 消化内科主任 致力于中西医结合临床 科研 教学工作三十余年 擅长中西医结合防治消化系统疾病 及疑难杂病 擅长治疗食管炎 急慢性胃炎 胃下垂 口臭 胃十二指肠溃疡 萎缩性胃炎 急慢性结肠炎 溃疡性结肠炎 排便困难等各类胃肠道疾病 尤其对久之不育的胃肠病 有独到的诊疗效果 欢迎孙主任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孙主任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您有任何关于胃肠疾病方面的困惑 都欢迎拨打节目的热线电话 0451-8289-0319进行咨询 同时也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通过新闻夜行的微信公众平台 与我们进行互动 那稍后孙主任会进行详细的讲解 孙主任啊 几乎我们身边每个人 可能多多少少都会存在一些胃肠疾病方面的困惑 那我想问一下 咱们这个胃肠疾病高发的原因都有哪些呢 胃肠疾病高发的原因呢 首先第一个就是饮食不规律 有的人不吃早餐 因为现在人们生活压力比较大 有的就是那个睡眠比较少 睡觉比较晚 他晚了之后呢 就是吃饭呢 吃完饭就睡觉了 就是导致消化 食物在胃里不消化 第二就是精神因素 有的人就工作压力大呀 爱生机上火呀 它都导致胃肠蠕动功能慢 抑制胃肠 第三个就是吃一些不消化的食物 像那个有些麻辣烫啊 尤其是涮锅子烤肉啊 吃特别晚 然后因为那个牛羊肉吧 它就不消化 这是第三个原因 第三就是不愿意运动 有的人那个吃完饭 尤其是我们东北 冬天晚了以后呢 就是比较冷 大家不愿意出去运动 都导致那个食物不消化 然后出现美肠道的疾病 所以总结来说 可能是分为几点 第一是运动少 第二是饮食不规律 第三就是这个精神压力大 然后第四点就是 刺激性食物 第四点就是 在有的人喝酒 喝酗酒 也是不良的生活习惯 老师那像生活当中 很多人可能都会出现 今天可能腹泻了 他觉得可能过两天 自己就会好了 没有太在意 最后可能一检查 发现自己已经是 老胃炎老肠炎的患者了 那面对这样的情况 那么后续如果 不及时治疗 会造成什么样 严重的后果呢 有很多人呢 他得病 就是平时有点胃酸 胃烧心啊 反酸啊 他自己上药店去买点药 有很多人吃一些 就一直胃酸的 像奥姆达做呀 吃完之后就见效了 然后停了一段时间 又再次饭 就是反反复复的 时间长了以后呢 就出现 首先是前脑性胃炎 胃的糜烂 再发展呢 就引起胃的溃养 现在的再发展 就变成了溃养性胃癌 胃癌 溃养性的胃癌 溃养性的胃癌 老师那这个就已经很严重了 是的 那如果咱们前期 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就需要及时地引起重视了呢 当你有胃胀啊 反酸烧心啊 爱气啊 再就有的排气多 那个大便不成型 或者有的大便排便困难 都应该及时地到医院去做胃经和肠经的检查 咱们正常是应该一天排一次便是正常的是吗 对 正常应该就是你吃东西二十小时就应该是排下去的 每天排便一到两次 只要成型便都是正常的 那像咱们胃癌肠癌 它们的前期表现都有那些 就是胃癌和肠癌的早期症状并不明显 它有的症状就像跟那个就是普通的胃炎啊 前面胃炎的症状是一样的 出现胃胀 就是长期的那个胃胀啊 反酸啊 烧心啊 大便不成型 有的大便一天一次 但是不成型也不行 也一样能引起那个肠道的 开始是结肠洗肉 然后再发展成结肠癌 那咱们怎么早期的发现自己这个胃癌的 这样的一些表现和症状呢 就是如果有这种症状 就是不是临时的 就是不是你今天吃东西吃多了 不消化引起的胃胀 过几天好了 如果是反反复复的 就一定要做胃肠镜的检查 所以说到底 咱们还是要去医院进行一个透彻的检查 对 因为前几天呢 就是上周 我有个患者呢 就是这样的 他就是 本来是来做胃检查的 他在 他做胃镜 发现了胃里有个脊肉 然后呢 当时那个做了个病例 没有 没有做切除 他就到我们这来 准备把这个胃的脊肉做了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大便怎么样 他说大便一天一次正常 但是有点不成形 我就说你一定要做个胃肠镜的检查 查完之后发现是直肠癌 哎呀 直肠癌 那已经很严重了 是啊 他刚46岁 但是他根本就没有症状 那没有症状 这个该怎么发现呢 就是 没有胃疼的表现 是的 胃就结肠的有问题 有的是大便是没有 没有就是你自己感觉不出来 不是说的一天变多少次啊 西变不是的 只要你有胃胀排气打嗝 然后那个胃疼反酸烧心 一定要做肠镜的检查 就胃疼同时一定要把肠镜一起做 所以有些人就是 可能三四天才排一次变 那这样就更加要引起重视了 马上应该去医院做一个肠镜 是不是 对 那像胃癌 肠癌 他们发展到这个地步 前期基本是什么样的一个疾病导致的呢 就是咱们说那些 前面那些 那些饮食不规律啊 就比如说胃胀 可能也会导致这个胃癌是吗 对的 胃胀可以导致 因为只要是胃胀 就说明食物在胃里发酵了 不消化 产气 它一发酵之后 食物在胃里就腐败了 胃酸那个存在 在胃里存的时间过长 就引起胃的糜烂 胃的糜烂 它没有就是及时的治疗 就变成溃养了 溃养之后增生 然后引起胃癌 那像我身边有朋友 他就是吃饭的时候 可能自己不自主的 就会想要去打嗝 然后他还觉得这个挺有趣的 就经常会自己去打嗝 可能平时我们喝了气水 会出现这样的症状 但他基本上就是吃饭的时候 就会过一会儿打个嗝 过一会儿打个嗝 那这样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一种危险呢 其实那个打嗝我们叫爱气 那爱气和胃胀是一个症状的 都是因为食物在胃里发酵了产气 这个气体得出来 只能往上打嗝 然后往下走排气 不出来就胀 老师那像我们经常会听说 有幽门螺旋杆菌 那对这样的情况 它是一个胃病方面 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疾病吗 幽门螺旋杆菌呢 50%的人有很 因为中国人是怎么的 就是我们也是那个吃饭不分餐 那么互相传染 它就从通过筷子带进来了 那正常人也传染不上 这个是传染的是吗 对的 那所以我们一桌人在一起试火锅 如果有一个人是患有这个 幽门螺旋杆菌的 基本上都会被传染是吗 当你胃肠乳动功能慢 有胃炎的时候 它就容易传染 但是如果你胃肠正常 你到五小时 我们吃东西五小时就消化完 如果你没有胃炎 这个菌不在胃里待 它就跟着食物一起排下去了 老师那也没有这样的一群人 就是它经常会好饿 这是一个胃病的表现吗 是的 有很多人我们叫饥饿痛 会饿 有的时候早晨起来 五六点钟 它就开始胃不舒服 像这样的患者 都是12肠窥养的症状 就12肠球员 累积到12肠才有这种症状 老师那像您刚刚也给大家介绍了 这个幽门螺旋杆菌 其实他最后还是要去做一个胃镜 进行一个彻底的检查 对 是不是 只要有幽门龙感菌阳性的患者呢 必须做胃镜的检查 那像很多人会很抗拒胃镜 觉得这个做胃镜很痛苦 老师那面对这样的一些患者 您会怎么样跟他去沟通呢 就是有很多人吧 他因为过去我们都做普通胃镜 普通胃镜呢 就是也不是疼 就是说因为你下管 刺到咽喉部 呕吐 他就恶心 恶心有的时候呕吐 但是我们现在有那个无痛胃镜 什么感觉都没有 给你用短效的麻药 然后你睡一觉 做完之后 就等你醒了就做完了 什么感觉都没有 老师那像很多观众可能疑惑 这么样一个问题啊 就是咱们这个CT彩超 能不能代替胃镜呢 代替不了 因为CT和采超 如果是脏器的肿瘤 战胃啊 做CT非常准的 但是那个胃肠镜 它是做的是 如果你要有解肠 或者是那个胃的糜烂 溃养 那做那个CT 它就看不到了 老师那像您刚刚介绍了这么多啊 其实咱们从胃病发展到胃癌 是需要经历一个很漫长的过程的 那咱们现在完全可以早期的时候呢 就进行胃镜检查 早发现早治疗 是不是 那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 在生活当中 真的被大家重视了吗 我们一起看一下 提前做胃镜 我听说过 应该是挺早 胃镜 因为我胃没有好像感觉不舒服的时候 我就没检查过胃 我一般的都是 叫做肝功了啥的了 大声化了 做一些脑CT之类的 心脏了 我就做一些这个 因为这些 有的时候感觉身体不舒服 所以说我就着重的 就是在这方面 就是检查一下 那您以为体检的时候应该做胃镜吗 就按理说是应该做全面一些 胃镜也应该是做一下 胃镜或者是肠镜都应该做一下 但是我感觉我没有那个 我感觉我心里做胃镜 好像是挺痛苦的 完了我就不愿意做 那这个也是我们对胃炎患者 做的一个随机的采访和调查 其实很多的患者都是因为 对这个胃镜有恐惧心理 所以才不去做 那老师您刚刚也提到了 我们现在有无痛胃镜 那么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 或者是说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有疼痛感吗 没有 丝毫都没有吗 对的 那在过程当中 我们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就像睡觉一样 那大概要多长时间 做胃镜呢几分钟就做完了 长镜呢要是整个胃肠 前下来也就二十分钟 基本上都做完了 非常舒服 等你睡醒了也就做完了 有很多患者说 那个像睡觉一样 非常舒服 所以是丝毫不舒服的感受都没有 没有 那老师那为什么现在很多人还是很抗拒呢 他有因为以前的胃镜呢就比较粗 那么现在我们就那个都是用那个就是 胃镜都非常细的 而且非常柔软 你基本上没有感觉 所以是如果生活当中出现了这样的一些 胃肠方面的疾病就应该去做一个胃镜检查 老师那如果我的胃没有出现不舒服的状态 需要做这个检查吗 如果没有的话呢 有这么几种情况 一个是年龄 就是四十岁以上的人 就应该是每年做一次胃肠镜检查 如果你要是没有非常正常 那就三到五年检查一次就可以 如果有家族史的人 就家里有得不管是胃癌和肠癌 有恶性肿瘤的那个家族史 三十五岁以上 必须得做一次胃肠镜 老师那咱们这个胃镜检查 说到底它的方式是什么呢 是它通过一个彩钞 类似彩钞的样子 通过镜子 通过镜子 胃呢通过口腔 就是吓到胃里 那个肠道呢 就是从底下面做 那么孙准啊 刚才你也提到了 就是如果在我们做胃肾检查的过程当中 如果发现还有其他的胃肠方面的疾病 还可以再做这样的微创治疗吗 是的 当你发现胃的洗肉 或者肠的洗肉的时候 然后就可以直接通过胃肠镜的检查 就能做胃肠治疗 那基本在这个过程当中 胃镜的过程当中 我们还会发现其他的一些胃肠方面的疾病 是不是 是的 所以这个胃镜 其实是一个很全面的一个检查过程当中 老师那在您的就诊过程当中 有没有碰到过一些典型的案例呢 有 你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是的 就是有很多人呢 他就是本来是大便正常 就是一天一次 但有的时候可能是不成型 但也有那样的患者 就是三天五天的便排便一次 然后我们来检查 本来是做胃来了 然后呢 我们就让他连胃和肠子一起看一下 就发现肠道有很多洗肉 这样的话 因为洗肉长大了 他肯定要会癌便的 所以我们做在微创 在为那个做一下微创 然后一点感觉没有 因为肠基本上没有 神经没有痛苦的 这样就避免了早期那个癌症的 对 老师那像您说的这个患者 他开始做了一个胃镜 然后后来又做了这个微创 老师那会不会影响他这个胃功能啊 不影响的 完全对他后续的这个胃功能 完全任何影响都不会有 因为现在我们做洗肉的微创 都是用的是雅气离子树 它损伤小恢复得非常快 然后也不出血 最后呢 他没有扳痕 不兴奋扳痕 那像类似的患者 他康复以后 还需要定期的回医院进行一个复查吗 必须的 做完以后半年到一年 必须复查一次 如果要正常了 你可以两年复查一次 那像生活当中 没有胃肠疾病方面的问题的人 他们需要定期的去医院 做一个胃镜检查吗 应该的 也应该 四十岁以上就应该做一次 胃肠镜的检查 如果正常没事 那么你就可以两三年 做一次胃肠镜的检查 老师那咱们说了这么多啊 说到底 咱们最重要的还是切断根源 从一开始咱们就不要患上这个胃肠疾病方面的问题 那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简单的说一下我们该如何的预防胃肠疾病呢 尤其是年轻人 早晨一定要吃早餐 饮食有规律 注意休息 晚上不要太熬夜 熬夜的不能吃 不能吃那些 尤其是晚上太晚 不能吃些不消化的食物 保持好心态 饭后多运动 可以放八个小时以后呢 多喝水 所以说到底 还是要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和一个很好的心态 那么下面我们来接听一下我们的观众朋友的热线 看一下我们的观众朋友有什么样的问题 要问我们的孙老师 喂你好 你好医生 你好 我想问一下 就是说这个早晨起床以后吧 我这个吃早饭之前 就没吃早饭那咕噜时间 这个胃吧就疼 已经大概有这一个月时间了 但是吃上早饭呢就能好点 可真的吃多了又难受 你这是咋回事呢 早晨起来 吃饭之前胃疼 一般情况下都是胃的十二指肠 不睡眠蛋就是溃养 就是实际上溃养的症状就是饥饿痛 为什么吃完饭以后好点呢 吃完饭以后症状缓解 因为胃里有胃酸 你吃完东西之后呢 你就把胃里胃酸吸食了 它肯定要症状缓解了 然后但是吃多了又不消化 它说明它的胃 因为胃的出口就右门口 那个位置呢就是胃最低 它只要有胃炎 右门口就有水肿 食物不消化 躲在那个位置 所以它吃多了也 只要你一吃饭 胃就分泌酸 实际上是胃是自己的酸腐蚀了 所以出现 不管你吃饭也好 你饥饿的时候也好 它都出现胃的不舒服感觉 它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第一必须做胃镜的检查 如果你要大便不正常 不成型 我建议你胃和肠一起看一下 看一下到底什么原因 好及时的对症治疗 老师像我身边的人 包括我的父母 可能平时出现一些 胃不舒服呀 或者吃东西胀气呀 自己会买一点 这个健胃消食片 这种做法合理吗 健胃消食片呢 只能帮助它的消化 但是它没有 胃肠肤动功能的作用 它只是能简单的 短时间的缓解一下 对 你比如说你吃多了 可能消化稍稍快一些 但是它没有增加 胃肠肤动功能 我记得我有一次 吃完这个健胃消食片 会感觉胃很酸 很酸很难受 反而更加加剧了我这个疼痛感 这个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因为你当你吃多的时候 你才有那种胃酸分泌的多 你才想起来 要吃健胃消食片来消化一下 但是它的作用太弱了 还是不行 还是不行 对 好 那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热线 喂你好 这位朋友 你好医生 我今年34岁 就是平时身体也没什么毛病 就吃饭什么也都正常 最近一个多月吧 就突然瘦了十多斤 就不知道什么原因 这个我需要检查一下了吗 突然爆瘦 那突然爆瘦呢 有这么两种原因 一个是不吸收了 只有消化不良 消化不好 吃完东西不消化 然后你才能长期的 就是有可能短期内 一个月就可以受十斤 第二就是体内首先有肿瘤 也可以 那你首先做一下胃肠症的检查 筛查一下 看是不是胃肠来的 那老师那像可能身边 也会碰到这样的朋友 就是可以吃很多东西 却吃不胖 那这个是消化系统出现了问题 还是这个胃肠疾病方面 出现了一些问题呢 应该是消化系统出现问题 就是饮食不过率 要导致食物在胃里 动得慢 胃肠动得慢 这样食物在胃里发酵了 就是腐败了 那这一类人群也需要去医院 做这个胃肠症的检查 应该是 必须的 必须要去做 对 它就吸收 整个小肠吸收 它就吸收一些腐败的食物 它就不可能胖 好的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 我们观众的留言 手机尾号是1459的李女士说了 结肠炎三年多了 反反复复 肠径检查 发现有十几个结肠吸肉 想问一下 这会不会癌变 需要做手术吗 必须的 如果发现十几个以上 那说明它是多发性的结肠血肉 因为结肠呢 最好是 尤其是乙状结肠 是储存分辨的 所以说它就 如果血肉不做的话 长大就变成了结肠癌 所以它现在马上 所以必须做 肠镜检查 同时做胃创 做胃创 就马上进行手术 对了 胃创切除 就能痊愈 然后痊愈之后 再定期的来 我们应该做一个复查 做完之后 必须得调整 非常多功能 得吃一段调整 微动的药 然后以后再定期复查 一年复查一次 好 我们继续来看 观众的留言 手机尾号是 5507的观众说了 父亲63岁了 近一个月每天早上 大便颜色都是很深的 很接近黑色 而且还都是很稀的大便 想问一下 这是什么样的一种病 大便是黑色呢 一般都是就是胃里的 有身血 胃出血 它就颜色就变黑色的 我们叫柏油便 大便是稀的 应该它肠道也有问题 就必须到运作 胃肠镜的检查 那像偶尔一次出现 这样的大便 是有问题的吗 偶尔一次的话 有的人就是颜色变深 有的就是 它的肠的主动功能慢 这样也颜色也黑 再就或者是 你吃血肠 吃肉吃得多也可以 如果就时间短 应该也没啥问题 没啥问题 所以要观察一段时间 如果一直出现 这样的情况 可能就要去医院 必须做胃肠镜检查 好 我们继续来看 手机尾号是0073的观众留言说了 每天中午12点 或者是下午5点左右 就感觉 饿了之后 胃都会疼 吃饭之后 症状也是会稍微缓解一点的 但是这种情况 已经持续三个多月了 想问一下 这样的情况 该如何治疗呢 像这种情况 一做胃肠镜检查 你说还是属于那种 十二肠 和胃的幽门口 的位置有问题 做那个 应该是有弥烂 就胃肠 为弥烂的修复 像胃弥烂 其实他发现的 就有点晚了 是不是 咱们胃病一般 第一步会出现 什么样的情况 是先会发现 是幽门螺旋杆菌 是不是 不是的 就是幽门口感菌 是体面 就是你是通过吹气 都碳13 碳14 我们查这个菌的值 那么一般情况下 有那个胃弥烂的人 基本上都有幽门口感菌 胃弥烂是它属于 就是前表性胃炎 胃炎就分两种 前表性胃炎和 尾色性胃炎 一般的弥烂呢 都是前表性胃炎 所以这个时候 其实就会出现一些 这个胃疼的一些症状了 对了 胃疼啊 反酸烧心啊 烧毒感啊 好 我们继续来看 手机尾号是 7530的朋友说了 想问一下 做无痛胃静之后 会不会有一些 不良的反应 没有 只要麻药不过敏 就什么反应都没有 那后续饮食方面啊 包括其他的一些方面 需要注意一下吗 做完胃静以后 一个小时吧 你就可以吃流食 就注意饮食就行 吃一些容易消化的食物 就可以 好 我们继续来看 手机尾号是 1563的观众留言说了 我妈妈今年57岁 最近肚子总痛 而且还会发现 胀的情况 好几天吃不下饭 一吃东西就打嗝 这该怎么办呢 一吃东西打嗝 说明它食物不消化 必须吃增加 胃肠蠕动功能的药 叫食物从胃里 五小时排空 别发酵 别产气 你就没有打嗝 增加蠕动功能的药 对 那所以他现在 遇到这样的情况 就不用去医院检查 自己先进行一个药物治疗 就可以了 如果是有的人就是临时的 比如说吃多了 他就临时的打嗝 那么消化去以后就没事了 如果你要是反反复复的老师 我们就爱气打嗝 必须做胃症的检查 老师那像打嗝这样的症状 其实是不应该出现的 是不是 对了 绝对不应该有 胃胀排气打嗝 好 我们继续来看 手机尾号是 2537的李女士说了 近半个月肚子总是不舒服 烧心拉肚子还反酸水 那这几天一直到凌晨两点 还会拉膝 平时也没吃什么刺激性的东西 那现在该怎么办 吃什么药可以缓解一下呢 我觉得你在吃药之前 一定要做个胃肠镜检查 然后之后再进行治疗 所以说到底 咱们还是不要自己给自己用药 对 还是要去医院做这个胃肠镜检查 是的 老师那进行胃肠镜检查之后 还需要一些药物的辅助治疗吗 应该的 如果你有胃肠病的炎症 你像结肠炎 你就吃结肠炎的药 胃蠕动慢 胃肠打嗝 是吃增加胃肠蠕动功能的药 胃膜弱溃养 吃修肥黏膜的药 所以后续在恢复的过程当中 还是配合医生 进行一个药物的辅助 对 必须的 好的 再次感谢孙主任 今天给我们做了一个 这么详细的讲解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您有任何关于 健康方面的问题 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信电话 0451-8289-0319 进行咨询 同时也可以扫描 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通过新闻夜行的 微信观众平台 与我们进行留言 本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1 1 2 5 Ну 5 6 9 7 7 7 17